印尼旅游圣地龙牧岛5号晚上发生离世七级的强烈地震 造成死伤惨重 龙牧岛北部一座清真寺倒塌 活埋了一批当时正在祈祷的民众 印尼国家检灾署说 龙牧北部客进镇中的地带 有大约一万三千多栋房屋倒塌或严重受损 搜救队伍继续在倒塌的民房 清真寺 学校等废墟中寻找生还者 由于发生土崩和桥梁崩塌 通往重灾区的道路被阻断 重型机械和配备无法到达 搜救人员只能和时间赛跑 徒手挖掘救人 龙牧岛主要城市马塔兰和灾区的医院 也在地震中遭破坏 救护工作难上加难 伤者只能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接受治疗 有些甚至只能在露天处接受治疗 官员也透露 他们被逼自行为一些骨折伤者治疗 地震后除了医院人满为患 当地机场也挤满了游客 很多外国旅客缩短行程 龙牧的国际机场24小时开放 处理比平日增加18倍的航班 我是昨天才赶到 然后就昨天赶到就地震了 吓死了 然后所以明天就飞回去了 买掉票了吗 买到了 昨天晚上买了一个晚上 就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就一直在看火的飞机票 龙牧岛一个星期内接连发生两次地震 震碎了许多天轮 当地民众看着变成废墟的家园 欲哭无泪 地震发生后到昨天依旧余震不断 最强的余震达到5.3级 成千上万的居民和游客 在户外露宿 多个地区的电力和通讯中断 当局预计死亡人数恐怕会继续攀升 NTV7综合报告